今年呢 竟然12月就有福袋 總共有4個IP 然後又有不同的形式 袋子不得了啦 這絨毛會不會太舒服啊 真的很喜氣耶 今年聖誕節拿來裝東西很不錯 各位如果是喜歡卡波的話呢 就全買了吧 每頁都不一樣耶 真的耶 是金色的Snooby 印著這個Enjoy your time 迷迷的圖案比較有巧思喔 光這個袋子我覺得就只299 那外面印有這個Snooby的logo 是寫 Give a little love 給你一點愛啊 為什麼就一點 我會撥給你一點喔 大家好我是Jet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tman開箱去 金條哥帶來的開箱呢 就是在我眼前超級多的福袋 大家可能看一下時間 覺得不對啊 怎麼今年那麼早就開福袋 因為往年這個便利商店的福袋 應該都是1、2月才開始開嘛 可是今年呢 竟然12月就有福袋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新年福袋 它是聖誕福袋 在我面前呢 全部都是7-11今年2022年年底所有全新推出的聖誕節福袋 那它跟農曆年的這個福袋呢 其實也蠻類似的 它就找幾個知名的IP合作 然後又有不同的形式 所以如果你都很喜歡的話呢 完蛋了 你就全部都要買 那總共有4個IP 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這個是Snooby嘛 Snooby的話又分成好幾個版本 我們待會一個一個開箱給大家看 還有每年的訂翻 我們的Hello Kitty 還有Mifi 很可愛的兔子 最後呢也是在LINE上面超人氣的貼圖 很常看到的哈波 那這4個版本呢 因為是聖誕節檔期嘛 所以它的圖案呢 基本上呢也都是冬季限定 或者聖誕節限定的這個圖案 所以非常非常的讚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開箱吧 首先跟大家開箱的是Snooby的 然後今年Snooby有299的 跟499還有999的 那999的蠻佔位置的 所以待會獨立的來開箱999 那這一次的福袋裡面一樣都有抽獎券 然後這次抽獎的最大獎呢 一樣是馬沙拉蒂 而且呢今年抽的是一樣是熊主車 大概也要300多萬 非常的奢華 那抽獎的細節 我們最後呢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來看一下Snooby這299 這個是防潑水拉鍊手提袋 整個造型設計是藍色的 所以呢我覺得算相對中性啦 男生女生應該都很適合 這亮面呢 有點膠感 那它這圖案很可愛 就是Snooby坐著雪橇 只它拉的不是狗狗 是這個 他們說這個叫什麼 糊塗踏克 這有講錯話 歡迎糾正 那整個背景呢 其實也不是傳統的雪景 反而是有點針織山 它上面還寫著一個Peanuts 很可愛 那它是拉鍊的 所以你看它上面還可以這樣子拉 但是要特別注意 它側面還是有縫隙的 那這一次拆開來 就可以直接看到內容物 但是其實往年都會用一個 黑色的塑膠袋再把它包起來 所以這個最後也請大家跟我分享說 你們最後它是怎麼樣子裝的 但是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要什麼內容物 首先呢 這個是飲料 這不錯耶 這個我會買 伊藤圓的蘋果紅茶 這個要29塊 這個也很讚 這去年我就有喝了 檸檬紅茶氣泡飲 我平常是不喝檸檬紅茶的 可是加了氣泡有點辣感之後 就覺得很讚 然後有三罐飲料喔 第三罐是啟動能量飲 這個標價是39 但這個就比較冷門了 這個我就比較少喝 然後還有餅乾 餅乾是主流的 這可以放在伺服器上面 不錯 綠色乖乖 來個紅色的 這個是可樂果 但是是小包的 小包的現在多少錢啊 建議售價30塊 蝦餅乾這麼貴嗎 還有這個華圓 好像是蝦味仙的迷你版 很可愛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祭祀本 這個祭祀本很可愛喔 我打開給大家看 風格也是很聖誕風 然後突然不一樣 是一個戴著聖誕帽的Snoobie 戴著三隻乌斯塔 前面還有這個2023年的那個月曆 各位如果是農曆年的祭祀本 它就比較簡單 就是只有這種直條紋 然後基本上兩面都是一樣 可是今年的它是月曆 你可以祭祀 翻到12月之後呢 它還有幾頁空白的讓你寫 右下角有那個Snoobie的小家 然後還有一隻Snoobie 然後還有這個抽獎券 299的抽獎券 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比較吸引我的 有啦 City Cafe買一送一不錯吧 它有些乘車的優惠嘛 可是都是現新用戶 Litexis有650塊的乘車券 Yooks也是615 基本上就是其他相關統一企業的優惠 欸統一真的是加大越大 什麼都投 那這一次我們個品項都有兩包 所以呢我來看一下第二包有什麼不同 但第二包外觀是一樣的啦 所以我們就跳過 直接來看內容物 欸不一樣喔 齊爾斯牆氣泡水 基本上就是一個氣泡水 喔這個是一樣的 欸這個也是一樣的 餅乾不太一樣 喔這個不錯 這個我很喜歡 它換包裝啦 野菜圓 還有一包迷你的這個蝦味鮮 而且還是起司口味 所以口味會稍微有一點不一樣喔 那一樣有這個祭祀本 還有抽獎券 但是看起來祭祀本跟抽獎券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特別拆開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就是299的福袋 但我覺得還不錯啦 基本上飲料跟餅乾 大概可以回個百二到一百五吧 接下來看一下Snoopy 499的福袋 那它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漱口收納提籃 然後還有一個折疊的收納箱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收納提籃 這個官方寫說有21升 所以其實算蠻好裝的 那整個質感是有一點熔布感的 跟剛剛的那種防潑水的亮面不一樣 久了我覺得難免還是會有這個凹痕 可是一開始拿在手上的時候 質感是非常好的 那它整個外面的這個圖案 跟剛剛的筆記本不太一樣 一樣是可愛的Snoopy 然後跟那個Whoostock 背面的話就跟筆記本的圖案有點像 真的很喜氣耶 新年聖誕節拿來裝東西很不錯 那它除了可以這樣提之外 裝食物或是裝什麼 可能會散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稍微的把它漱口 那一樣是裡面直接就裝了零食 就是孵帶內容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499 裝的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喔 是我們的非常罪惡但非常好喝的Mountain Dew 激浪汽水 個人覺得非常的好喝 但是非常的肥 這個是茶香匪紅 浴茶園的紅茶口味 然後又出現了 保底是一定會有這個飲料 是不是 啟動能量 目前開來三包保底都有它 那餅乾有什麼呢 一樣是綠色乖乖 酸辣粉的可樂果 起司口味的迷你蝦味仙 各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我剛剛沒有發現 就是它除了提籃之外 它有一個很讚的毯子耶 拆開給大家看 很舒服啊 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材質 這個材質絕對適合你冬天耍廢 攤在沙發上或是攤在床上 看劇看電影 這材質毛茸茸的好爽喔 那圖案跟那個 剛剛我們介紹的封面一樣 是Snooby帶著三支BOOSTOCK 然後這個長度大概 140到150公分 所以基本上呢499 最大的重點就是買這個提籃跟這個毯子 算一算覺得還行 並不貴 一樣有附一個抽獎券跟折價券 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差異在於499的福袋 有兩組的這個中獎機會 那一樣有兩代 所以我們看一下兩代有什麼不同之處 第二代的話包裝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跳過 毯子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次499毯子的造型是一樣的 鬆一口氣啊 這個如果毯子不一樣還得了 我起不要買兩個 那來看一下內容物 喔這個不錯 這個是Rostar冷鹽拿鐵咖啡 重點是 給了一個點心面 但是小包的 因為還有更小包的 這算中包的 那點心面我很愛 所以499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這個抽獎券就是一樣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折疊收納盒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買499的折疊收納盒 你是拿到這個樣子的 只是我們預先先組了一個給大家看 那其實往年的農曆年的福袋 也有這樣子的折疊收納盒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除了可以拿來當小箱子做 就是你體重不要太重 基本上可以稍微做一下之外 重點是你打開裡面可以放很多書啊 很多雜物 我覺得其實很實用 所以要我來的話 我是更喜歡這個折疊收納盒 而且它今年的這一款呢 你有沒有發現 它帶一個軟墊 所以它做起來呢 會更舒服一點點 那一樣有印著一個 紅底白字的peanuts 很可愛 給大家看一下造型 它剛好就是一個Snooby的小狗窩 的感覺 這個就比較沒有那麼聖誕氣息 比較經典款的感覺 你看喔 這一面正面有Snooby 然後側面有Snooby的掌印 兩邊圖案不一樣耶 一個是Snooby往上看著 然後一個是Snooby在走路 四面的圖案都不一樣耶 然後這個是Snooby的家 的一個洞 那除了這個收納箱之外 又有毯子 對不起 收回我前面說的話 你有兩款毯子 所以你還是兩個都要買 哎呀又有毯子啦各位 一樣是很大隻的Snooby 然後呢 這個右下角寫著 Happy Holidays 就是 開心的假期 而且其實因為不貴嘛 499 然後你基本上只花200多塊 去買的這個箱子 跟這個毯子 其實這個毯子 如果洗個集次 真的洗不乾淨想丟掉 我覺得也OK啦 不會到太浪費 因為毯子本身沒有很貴 那內容物應該一樣是餅乾 跟飲料 而且竟然是用粉紅色的妝耶 因為往年都是用黑色的這種 塑膠袋 那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499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如果是這個收納盒的話 餅乾內容物是完全一樣 那這樣還有一袋我們就不拆啦 為什麼不拆呢 因為片尾有抽獎 你看到這邊才發現片尾有抽獎 這個是有認真看影片的人 才知道的福利 這個方便我們抽出去 我們就不拆了 基本上內容物應該是一樣 接下來開箱的一樣是Snooby的999 可是我感覺它就沒那麼像福袋 它感覺比較像是你買它的這個聯名商品 然後它給你一袋那個零食跟零食跟餅乾 那很可愛喔 這個是白色的 我覺得其實蠻美的 它只是整個質感的外層還是塑膠 裡面才是合金的這個材質 那外面印有這個Snooby的logo 是寫 Give a little love 給你一點愛啊 為什麼就一點 撥給一點 那這邊有旋鈕 你一樣可以去旋它的這個火力 那這是多功能的料理鍋 所以它除了當一般的這個蒸鍋使用之外 因為它有一定的深度 所以基本上加熱之後 你可以簡單這邊炒一些東西 附的東西不一樣耶 飲料的部分差不多 但是接下來就比較不一樣囉 竟然給了一個清除環境中新冠狀病毒濕紙巾 竟然是給濕紙巾 我開箱這麼多年的福袋第一次看到給濕紙巾 蠻酷的 竟然是護手霜耶 所以GG9給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護手霜大家如果熟這個品牌的護手霜 歡迎跟我講一下 就這樣 所以反而999沒有給餅乾耶 但999的抽獎券這個中獎機會就更多了 它總共有四組的這個中獎機會 你看你就不用 它就不是什麼馬一送一了 你直接可以去星巴克換一杯中冰鎂 星巴克中冰鎂我記得要100多塊吧 這個可以吧 然後Light taxi直接乘車券不限新舊用戶 所以這個需要馬賽克起來 我要用 就這樣加起來總共200塊 質量券300塊 500塊 等於你花500塊 就買到這個多功能的料理鍋 算一算有沒有覺得很划算呢 還不錯啦 接下來這個是我從來沒開箱過的品項 咖啡機啊 竟然是Snooby的咖啡機 那一樣是金色的Snooby印著這個 Enjoy your time 享受你的時光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咖啡杯 那它其實除了煮咖啡之外呢 也可以煮茶 就看你濾心這邊加的是咖啡還是茶 你看就直接在這邊加咖啡粉或是這個茶葉 但要稍微的吐槽一下 這個我覺得塑膠感比較重一點點 就要看一下畫面中這個塑膠感裡面接送 因為說真的這個多功能料理鍋 它當然外殼也是塑膠製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銜接處比較少啊 所以你就會覺得它的塑膠感不會很重 然後整個質感是不錯的 但是這個咖啡壺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好像可以再更精緻一點點 可是考量到它又只要999 可能對它也不能有太多的這個要求 但是咖啡機附的東西有沒有不一樣呢 來 各位 完全一樣 好 以上是Snooby的開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Hello Kitty的 接下來來開箱Hello Kitty的 唉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袋子不得了啦 這299直接買了吧 這根本想都不用想啊 這個絨毛會不會太舒服啊 這個絨毛又跟我們剛剛開箱的那個毯子 絨毛又有一點點差異 它感覺摸起來 體感上我覺得再厚一點點 然後他們說這個是仿兔毛的材質 所以摸起來非常的舒服 而且重點是它調的是一個非常少女的粉 那當然一定會有人吐槽說 這種材質一下就髒掉了 沒有錯一下就髒掉了 可是無所謂啊 摸起來很爽啊 這個就可以了吧 只在乎曾經擁有啊 不管它是不是很快就髒 然後有一個滿版的人造皮材質的 Paraokiti的圖案 然後旁邊還有一隻小熊 非常的可愛 這邊寫著 Do tell me how are you today 就是說告訴我 你好嗎 什麼東西啊 你看喔 它那個提把的地方也是絨毛的 而且是白色的 粉白相間 所以很適合那種很愛乾淨 不太會沾到髒東西的人哪 然後摸起來真的很舒服 光這個袋子我覺得就只299了 那一樣是裡面有附餅乾跟飲料 今年還沒有出現過EV用的那個礦泉水 沒有出現奢華礦泉水 但一定會有啟動的亮影 好各位這全部前面都出現過 但是呢它附的筆記本不一樣 圖案呢是跟袋子外面圖案是一樣的 Hello Kitty跟一隻紫色的小熊 內葉一樣也是閱歷的形式 這個我們前面就介紹過了 雖然說前面Snooby 299那個防潑水的那個提帶很實用 可是呢要炫泡指數 我會買這個 我有兩個啦 所以我看一下內容物有沒有不一樣 內容物幾乎一樣 我就不拿出來給大家看 餅乾什麼都一樣 基本上我覺得299全部就是拿來買這個袋子的 那Hello Kitty這一次呢也有出咖啡機 跟我們前面介紹Snooby咖啡機 基本上一模一樣的 只是換了配色變成白色 我說實話黑色跟白色真的 以咖啡機來說的話我會比較喜歡白色 白色配這個Hello Kitty這個字樣 它稍微的有一點點立體印刷的感覺 你手去摸可以摸得出一點凹凸的痕跡 我猜測999的咖啡機給的這個飲料跟內容物 應該是一樣的 果然一樣的 這個一樣的 但它折架券也是奢華的 就是我前面講的可以直接換一杯星巴克的冰美式 所以這個就是Hello Kitty 接下來開箱MIFI的福袋 那首先呢299的不得了了 一樣是前面我覺得非常好摸的 絨毛材質的皮帶 而且呢各位有沒有看到它的配色 算是一個灰藍色 所以呢這個顏色相對耐張 所以這個更加的實用 而且摸起來非常的舒服啊 下意識去摸就非常的療癒 然後提把的部分一樣是純白色的 然後上面印一個非常大的MIFI的這個圖案 然後上面還有寫All about the fun 都只是歡樂 感覺是渣男會講出來的話 MIFI MIFI這個渣男 那看一下內容物有沒有不一樣 經典的飲料 不一樣了耶 我也正要吐槽 這一罐是那個能量飲料啦 顏值擔當 它直接預判我的預判 直接出現一罐不一樣的 我才稱讚一下 結果接下來要開始重複啊 好啦這也沒辦法 但至少是好吃的啦 筆記本很可愛喔 這一本我覺得算是經典款 正面直接一個MIFI 但是呢背面圖案也很可愛 然後呢 哎唷 圖案是直接跟MIFI的頭在紀事本的下方 喔第二頁不一樣耶 MIFI的 MIFI的圖案比較有巧思喔 那這一次MIFI一樣出了一個499的束口的這個提袋 就剛剛Snooby我已經介紹過 可是它配色很不一樣 但是呢它這個絨毛材質 因為底色是白色喔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小缺點 就是白色在折痕上 一開始就會比較明顯 但圖案的話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MIFI的LOGO 然後呢有兩支MIFI 然後側面還有各種點點 這個點點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讓我想到了哈哈baby的配色 那一樣這邊有一個束口 所以很好裝 那它499除了袋子之外呢 一樣有一個很舒服的毛毯 那MIFI最經典的我覺得還是要這種白底的圖案 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呢有幾支MIFI陪著你 那看一下它的飲料跟餅乾有沒有不一樣 欸欸厲害啦 都一樣 雞啦 也沒有說都一樣 就那幾個排列組 不能說完全都一樣 好所以總結這個MIFI的話 299我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這個材質很舒服 那499的話呢 唯一要注意的點是 你能不能夠接受它白色稍微的折痕 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如果能接受的話 我覺得依舊是非常棒的喔 最後呢壓軸要來跟大家開箱呢 就是卡波而且是聖誕節版本的卡波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我介紹 各位如果是喜歡卡波的話呢 就全買了吧 這個我覺得卡波的周邊 雖然說出很多啦 但是出聖誕節的又2022的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好考慮 就直接買了 結束 還是要介紹一下 一樣它出了299的 然後499的還有999的 總共三款 它的提帶呢 一樣是這個防潑水的亮面 它在圖案呢非常的繽紛 上面直接寫著卡波 然後呢是Winter 就是冬季版 冬季限定 你看中間有一個卡波 然後還有很多小雞 兔子跟狗 很溫馨啦 有一種冬天團聚 大家窩在一起取暖的感覺 但它提把的部分是黑色的 這個就不知道為什麼配黑色 我來配 我會想要配個白色 或是一樣的這個藍色 大家是配黑色 可能想要那一張吧 那裡面一樣有飲料跟這個餅乾 但如果一樣我就 好像都一樣 就出現過了我就不特別講了 重點還是它帶了一本月曆 圖案跟這個袋子是 應該是完全一樣的 內頁一樣是有個簡單的年曆 然後呢一個月份配一張圖 每一頁都不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COMBO的圖案特別多 每一頁都不一樣耶 真的耶 好像總共六張圖在巡迴 然後等於是每張圖出現兩次 總共12個月 好所以這個就是299的 接下來呢是499的 那這個收納箱它的藍色相較之下 再更淺藍一點點 大家看一下 因為如果是袋子的這個藍 比較飽和 而且它的座墊上面呢 也有一個卡波的頭 那來看一下它的圖案 這邊有一個聖誕樹 跟卡波 然後卡波跟雪人 一樣聖誕樹 所以它是兩種圖案重複 那打開來之後呢 一樣有一個毛毯 哎呀有一個藍色的毛毯 在沙發上呢 就是抱著一個很長的卡波的抱枕 然後再配這個毛毯 哎就很讚 藍色的喔 連毯子也是藍色的 等於是卡波的角色都集合在一起 那裡面呢 一樣有一袋飲料跟這個餅乾 如果都出現過我就不講了喔 全部都出現過 最後壓軸來開箱的是 卡波的多功能料理鍋 那其實往年開箱的料理鍋 跟這次開箱的料理鍋 大部分顏色都是白色跟黑色 或者好像Hello Kitty有粉紅色 那這個藍色算是第一次看到 也是很可愛啦 就是一樣冬天嘛 雪人 然後有卡波 卡波的logo 然後有這種藍色的旋鈕 這個999呢 一樣附於帶這個飲料 跟護手霜吧 果然 飲料跟護手霜 好以上就是四種IP的聖誕福袋的開箱 那最後呢 按照慣例我們要來抽獎 要怎麼抽呢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他這個抽獎券的一些細節 然後最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要怎麼抽我們自己的獎項 這一次7-11的聖誕禮物福袋 專屬抽獎的抽獎是一台 馬薩拉蒂、Gligare GT 此外呢還有WHOTEL住宿券 Service GO跟X-S等獎項 然後還會再加碼抽神秘大獎 所以如果是有買福袋的人 千萬千萬要記得登錄抽獎序號 299元福袋有一次抽獎機會 499元福袋會加碼一組 總共2次抽獎的機會 999元福袋會加碼三組 總共4次抽獎的機會 這一次的聖誕福袋 將於12月14號0點起 門市現貨開賣 那開賣後的2週內 會有10種支付工具的優惠 例如你持指定的信用卡 或iCash Pay 可以滿500折50 那使用冰放或一卡通Money支付 想10%的點數回歸等 買起來更划算喔 那如果你是耐心的把影片看到這裡 我們自己也有辦抽獎啦 剛剛開箱的各種 總體代、置物箱跟家電 我們會隨機挑10組 抽給大家 那請先按讚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之後 到這支影片的置頂區留言處 填寫抽獎表單 之後我會在IG限動公布中獎名單喔